大家好,我是爱收藏的天元 前面几期呢,咱们聊一下这个元代明代时期 这个词级上,狮子文士有什么样的特征 以及它们的这个变化规律和判断方法 这期咱们就来聊一下清代了 然后到了清代,第一个时期就是顺治 顺治时期的狮子呀,它呢还是有晚宁的这个遗风的 你看顺治时期的狮子,尤其清花上的那种狮子 给你感觉啊,它还是有这个明代的晚期的遗风 它像个猪,然后头发呢,带卷,画的比较萌 有一点点那种动感,就是那种羊个爪子那种感觉的狮子 然后一般情况下呢,中间配个花 然后就是一般会出现在顺治时期那种 啪口的晚上呀,会出现这种纹饰 这种狮子大多都是顺治的 康熙早期也有话,也有话 但是呢,狮子的动感没有那么强 显得还是比较肥,比较胖,有点可爱 有那么点像猪,有那么点像猪 但是呢,又不像晚宁时期那么圆圆滚滚的感觉了 然后它的那个嘴巴,你看它其实跟龙一样 也是开始慢慢变在什么,下颗长上额短了 鼻子也不像那个就是明代那种猪鼻子 有点像清代那种鼻子 这是它们的区别,这就是顺治 顺治的狮子其实比较好人 它就是你感觉有点像猪,但是又不太像猪 但是又有那种清代那种感觉 这就是顺治的东西 还有一些顺治五彩的狮子 画的更是有点死不像 你说那些狮子都我觉得不像狮子 你说像狗它也不像,有点像那种说不上来的东西 但是它就是那个顺治时期五彩狮子 可以把图放下,大家自己可以感受一下 那个东西确实有点说不上来 就是顺治时期,然后一般它也都系个羞球 有的也穿花 也就是顺治时期狮子的特征 它其实就这么几种 比较好分别 最多这种风格延续到康熙早期 它就基本上不太这么画了 然后到了康熙时期 你就感觉明显这个狮子的画风 就变了 就明显变成清代这种风格 它跟龙其实挺像的 也是那种有肉机 脑门特别大,很宽 打脑门 然后有两个这种肉机 看着很发达 然后狮子表情很凶猛 然后那个嘴巴就开始变成下额长 上额短了 你去看,它跟那个清代的龙很像 当然你不排除有一些 因为可能它描绘的角度的问题 它那个也会可能上额看着强 但是其实大多数来说都是用 低爆天了 狮子看着很凶猛 张嘴吐蛇的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眼睛 康熙时期狮子的眼睛特别大 打同龄 还有一点什么 你看康熙的那个狮子 它画蛇腹 就是从康熙开始 这狮子怪 就跟那个龙一样 有那种蛇腹 按来说不应该那样画 但是它就是这么画的 大家可以去注意 这个狮子开始有蛇腹 整个康熙的狮子 给你的感觉就是壮 很凶猛 很强壮 然后呢 就是头 身子的比例 非常的协调 然后整个狮子的画风 是很写实的 然后又不失威猛 这个就是康熙时期狮子特征 到了雍正就很有意思 雍正你感觉 那个狮子有点假 它不太像狮子 你就觉得它那个东西 那个狮子里边装了个人 像那种武士的那种 那种狮子 头方方的 然后那个身子 就看着那个样子 动感它依然很强 雍正你看到八门线 动感依然很强 表情看着也很生动 可是你觉得 这个狮子是个假狮子 它不太像真狮子 然后狮子还有一点偏文气 它那个毛发 就感觉到 洗头用漂油一样 毛发变得很柔顺 大家可以仔细去看 那个真的是那种感觉的 很奇怪 这个就是顺治时期 不是顺治 说雍正时期的狮子 他整个跟康熙这个反差 还是比较大的 到这个雍正 你看康熙那个狮子 老狮子 他那个身体的那个比例 你看 头跟身体比他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小的 就是他比例是个正常的 就正常人的头 只身子看着很壮 但你看雍正面是个大头 大方头 身子也高 但是头也大 他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这个雍正 跟康熙的区别 清代早期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脉络 你看从顺治 顺治有点这个晚明的一封 这个狮子还是有点像猪 画的比较萌 比较可爱 然后到这个康熙 狮子就很猛 整个比例很写实 狮子变得很强壮 表现很秀猛 有那种肉鸡 鬼头狮 对吧 眼睛大的像个铜铃 地包天 是吧 画蛇腹 爪子也很锋利 狮子整个坐到那儿 还有包括气势都很足 很威猛 到雍正感觉像个假的 然后狮子那个毛发 变得柔顺 对吧 尤其他那个背上 那个毛发 一流人感觉很飘顺 很柔顺那种感觉 就点像那个 雍正时期那个人物 他那个细节刻画特别好 反而你觉得 那个狮子有点假 像个很柔顺那种东西 那种感觉 实际上那种武师 对吧 他不像个真实 他像个假狮子 这是这个清代早期 雍正时期的特征 这也就是整个 清代早期的这个狮子特征 就是他也是一个 演变的过程 从明代晚期的一风 到猛的变成那种 清代的这种感觉 康熙时期的 很写实的诗 就他 他具有很强烈的时代特色 然后到这个雍正 你感觉 哎 偏文气了 他就这么个感觉 这也就是清代早期 诗诗的特征 好的 我是天元 喜欢我的视频呢 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